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类是由很多很多个细胞组成的 细胞? 比如说我们有一块大拼图 它是由很多块小拼图拼起来组成的 我们的身体就好比这一块大拼图 而细胞就是组成我们的小拼图 哪有细胞? 我们用眼睛是无法直接看见细胞的 因为它们非常非常小 我们需要用纤维镜把它们放大很多很多倍才能够看见 我们的细胞就像一个糖果工厂 生活中的糖果工厂会为我们制造各种好吃的糖果 而细胞则会为我们人类的活动提供物质和能量 在细胞工厂里有个办公室 叫细胞核 里面坐着厂长DNA 他是这个工厂的老大 可是厂长很忙碌 他不能随便进出办公室 所以他有个帮手替他跑腿 帮手的名字就叫RNA 他的工作就是把厂长的指令告诉每一个工厂的工作人员 细胞厂长DNA 帮手RNA 没错 而新型观众病毒里住着一个有阴谋的RNA 什么阴谋 他也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工厂 不过这个工厂不是为了生产能量 而是为了生产一支病毒军队 可是他没有自己的工厂 所以他想尽一切办法来钻进别人的细胞 抢夺别人的工厂 有一天他躲进了飞沫里 成功地进入了人的体内 可是人体的细胞也不是谁都让进的 必须得有钥匙才能进入细胞 病毒进不去 托托 你可别小看新型冠状病毒 他们非常的狡猾哦 小朋友 你还记得新型冠状病毒 长的是什么样子的吗 A 像植物 B 像帽子 C 像王冠 D 像磕蚝 我们知道新型冠状病毒长得圆圆的 在它圆圆的表面上有许多刺突 所以它们长得像王冠 这些刺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它们可以变成钥匙 打开了人体细胞表面的锁 进入细胞之后 新型冠状病毒就会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它绑架了厂长DNA 霸占了本来为人类提供营养的细胞来复制自己 于是许多的病毒都被复制了出来 同时 人体内的免疫大军意识到有病毒入侵细胞了 它们迅速赶来战地 消灭被病毒霸占的细胞 在这个过程中 人体血液会流动得更快 因为免疫大军会通过血液 赶到被病毒感染的人体部位 因此人们会开始咳嗽和发烧 新型冠状病毒有一个特别的爱好 就是它更爱待在人体的肺部 所以当免疫大军和病毒发生激烈斗争的时候 还会引起肺炎 原来是这样 其实啊 除了新型冠状病毒以外 人类还遭遇过很多病毒的袭击 比如说天花 这是最古老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 感染上天花的人 会全身长满痘痘 并在脸上留下许多疤痕 好可怕啊 幸运的是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感染天花的病人了 早在两百年前 英国科学家爱德华·詹娜 就发明了预防天花病毒的疫苗 成功彻底地消灭了病毒 太棒了 所以啊 遇到疾病 我们需要相信科学 相信白衣天使 一定会成功地消灭病毒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